大家好,欢迎收看新一期视频 人类发明桥梁、战道的初衷是为了克服环境带来的交通不便 当然到现在很多地方还是秉承着这一初衷 但有些设计师就让人不知道说啥了 接下来随小编一起看看世界上最惊悚的三座桥梁和战道吧 第一,克里米亚布置吊桥 两根绳索一排木板 行锁在上面不光能给你一种快到外婆桥的感觉 和白云肩并肩 脚下就是万丈深渊 这感觉真不是一般的酸爽 这种即使到了终点也看不到安全保障的恐惧感 是个人都能给吓着,真的 第二,日本江岛大桥 讲道理这是小编这辈子见过最陡的桥面 这坡度直接到指标六七十度了好吧 但是看看这群日本老司机们都开得四平八稳的 这就让人纳闷了 日本车轮胎都是啥做的,爬坡能力这么硬 但其实从侧面看就会发现 原来这只是缺少远近参照物导致的视觉偏差 实际上这座大桥还是挺平坦的 第三,华山长空战道 稍微感受一下这个气场 所以为什么要专门加个战道进来 这绝对是小编见过最吓人的设施没有之一 仅仅三十公分宽的战道上 一面是陡峭的山壁 一面是云海深渊 光是想象一下都能让人小腿发软 但是小编最好奇的是 这么危险的战道 工人们究竟是用什么神通造出来的 做好防护措施 上去走一圈都能把人给吓死 更别提工人安装防护措施时的场景了 好了,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小伙伴记得关注转发评论点赞哦